热门歌唱节目我是歌手4 历经三个月的厮杀 十二轮激烈突围与淘汰赛 最终由Coco李文夺下歌王宝座 在第二轮输掉比赛的新生代歌手徐佳莹 虽然表现一如既往的亮眼 但却有网友认为 第一阶段嘉宾邦邦唱的部分 徐佳莹找来的邦唱歌手林俊杰 似乎过分抢走风采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徐佳莹和林俊杰共同诠释 南方的创作曲《不为谁而做的歌》 在选歌时拉拉考虑很多因素 东挑西选最后平直觉 并看过歌曲MV之后 宣定这首歌应战 而且三周前就敲定追追合作 两人在台上的合唱 尽管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只是有部分网友认为 编曲略嫌不够周全 拉拉的声音很美 但似乎被林俊杰的声音概括 瞬间变成合音 有种喧兵夺主角色互换的感觉 对于评价正翻两极 徐佳莹表示 舞台上有JJ不但很加分 也让他非常安心 相当高兴能有机会和JJ合作